我们继续看疫情的消息 中医领域引颈常判的副业曙光还没有到来 病人的身体状况却是日趋的衰败 面对病人苦苦哀求 犯法看诊或是做事不理 成为了中医业者最大的难题 行动党势不跌区国会议员郭肃庆就批评政府 只允许医院中医部运作 却不允许私人中医诊所营业 不合理 希望当局可以认真看待病患的诉求 允许业者在遵守防疫准则下重开大门 中医副业遥遥无期 心肌如焚的病患开始出现旧患复发 甚至是恶化的迹象 除了一再促进政府亮绿灯 同意让中医服务业恢复运作 人际免费施政所院长 今天出席记者会是强调 中西医本质相符 同样都是提供民众疾病治疗的服务 当中针灸中药等传统疗法 更是可以达到胃病先防 舒缓压力缓解后遗症等疗效 国内政府一个月前的医生令下 不仅扼杀了病人看病的权利 还让中医业者陷入了两难的窘境 我们的患者是患者 他们永远会拒绝 他们永远会拒绝 看到当我们都会拒绝 在我身上我感觉也会拒绝 我确定他们也会拒绝 他们也会拒绝 他们的身体 我会拒绝对我身体的身体 我根本不懂如何能帮助他们 因为如果我尽管他们尽管他们 我会不错 他们也不会有钱 如果我尽管他们 他们会拒绝 某些说如果我们没有尽管他们 针对政府允许医院内的中医部门运作 却将私人中医诊所拒于门外 陪同召开记者会的行动党 事部爹区国会议员郭肃庆 直批这项做法不合理 如果是医院里头的那个中医的 一些中医的部门 他们可以职业 或者可以操作的话 为什么私人企业不能呢 还有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有很多人换其他的病 除了COVID之外 还有其他的病 如果是这一些中医师 症区师 他们能够根据政府的X病 因为他们也是很怕死的 他们也很怕染上COVID的 同样出席记者会的医总代表 李祖林和黄宝明 再度敦促政府亮绿灯 开放把麦 配药和针灸等 可以保持肢体距离的服务 在国家还没有迈入 后期复苏阶段之际 能够减缓病患的痛苦 另方面 不同族群的中医病患 今天也现身说法 一一陈述 封锁期间 求助我们的不便和痛楚 现在可以走 但是已经一年 tutup了 好像已经减了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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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 再来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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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因此郭素卿欲请身为内阁华裔代表的交通部长 为加强把中医副业课题带上明天的内阁会议 正是延迟治疗的严重 让政府同意早日允许开放中医诊所服务等候多时的病患 八度空间陈伟任万达镇报道